嗨 大家好 我是秦宝 今天我来做一个特别的锅卡 怎么个特别法 因为呢 这是我闺蜜给我提出来的色系 闺蜜喜欢的 就是特别的吗 对啊 它提的是紫色的 哦 紫色色系 所以现在来做个新大陆的 行 让你们看一下秦宝之前做的这些 有的都找不着了 哇 这个上面还带着两个小珍珠 对 还挺好看的嘛 五颜六色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为闺蜜做一个锅卡手帐吧 好 新大陆的吗 对啊 它还能不能贴 这个大小可不可以贴上来 哎呀 没事 一会儿把外面的标标给它剪掉就行了 旁边再贴一个小字幕 对 哦 这样看着有点像了 是不是宝贝 然后再配那个紫色的链子吗 对 紫色的链子 趁秦宝做锅卡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做的这六款 我觉得这六款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特别喜欢这个 就是蓝蓝的这个 你们觉得哪一款更好看呀 咦 再来展到秦宝这儿 让我看秦宝做到哪里了 哦 小冰激凌已经贴上了 宝宝 妈妈给你提个建议吧 你可以给它做成双面的宝贝 那也行呀 这样反过来反过去都可以看到 对不对啊 这样更好看我觉得 好 清宝最终决定反面弄一个带乐器的 对 因为我的闺蜜 然后她是跳舞的嘛 所以我就弄个音乐的 可以 她现在上着舞蹈班是吧 对 你的舞蹈班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嗯 清宝14岁开始练习舞蹈 是吧宝宝 对 然后练习到一年级的过年 等于说练习了三年到七岁 哎呀 后来就是因为戴口罩的原因 就有时候开课有时候不开课就没有再去了 好可惜呀 对不对啊 她自己都觉得好 现在我跟你说 包括下腰前脸翻后脸翻都已经做不到了 所以说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说 清宝怎么不练习舞蹈了 她现在已经不会了 已经弯不下去了 妈妈是不是暴露你的隐私了 哈哈 有点不情愿 这个就是 大家看一下 来 版面 哦 这样还是挺好看的 宝宝 其实我看别人做的时候 人家给边缘那个空白的地方嘛 可以再做一些底色 用那个手杖的那个再做一些底色也好 看手杖的那个边边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下次咱们可以试一下好吧 行 她现在已经做上瘾了 还要做一个黄色的送给自己 做这个会上瘾吗 大家觉得 清宝说为啥她会上瘾呀 你做手杖一样吗 你有那么严重吗 大家觉得会不会上瘾 可以在下面评论出来 我都不信 做这个会上瘾 你们也上瘾吗 哎呀 反正我上瘾 现在是中午马上快一点 他们是2点20预备是吧 对 所以说现在还 时间还早做完这个之后 然后就去午休一会儿 听明白没有 可以吧 可以 对了 大家有没有赶时间 你们中午的话 是不是都要午休呀 因为天马上要热了 所以说大家记得一定要午休 不然下午上课没精神 是不是 那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慢慢做吧 拜拜 拜拜